好 我先画一下画面 好 那如果说你要把那个休假陪入停止的话 就按立即结束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立即立即那个结束 OK 好的我的通常设定呢 第一个在一般设定里面 我這個會顯示就是剛才跟各位講的 這個我會選擇所有信號 那這個等一下怎麼用 這可能不會講 然後座面通知呢 我會開啟座面通知 就是說這邊會跑出一個通知 跟你講說你有新的信件 這邊有個鈴鐺 有個通知 然後按鈕標籤呢 我選擇文字 那我的圖片就是說 這邊會有一個你的圖片 比如說當你自己去給對方的時候 你看他就收到你的圖片 要的話你就選取 然後你可以自己選擇一張圖片 比如說企鵝 那你可以選擇他的一個 他不會說很 他可以選一個部分 像這樣子一個部分 然後按套用 那這樣子對方收到 他就會有這樣 這個一張的圖片 好的話呢 這部分你就可以按 按儲存變更 OK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這裡的設定裡面有一個研究室 研究室裡面有一個 顯示未讀的郵件圖示 未讀的郵件圖示 你把它啟用之後 按確定 按儲存變更 你這邊就會出現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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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讀的一個 數字有看到嗎 還沒有讀的 還沒有讀的 未讀的一個 郵件的數字 這個就是五峰 就是你這邊有五個 五個郵件還沒有讀 那我剛才講的那個星星是在這裡 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 郵件的管理的時候 我會把它做這樣的一個設定 點一下 在郵件 收件夾這部分 我會選擇 顯示重要的 優先顯示重要的郵件 或是優先顯示未讀的郵件 這樣 我會先選擇這個 優先顯示未讀的郵件 那它的收件夾分類就會分成 未讀郵件和其他郵件 那我組純併根之後 就會呈現這個樣子 前面是我還沒讀的郵件 底下是我已經讀完的郵件 這樣是不是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我今天如果說要針對 某一宗郵件來當作 最重要的郵件 我可能以後才會去讀它 我就在這個信號這邊點一下 有看到嗎 它就變成黃色了 你再點一下 它就變成另外一種顏色了 那你連續點的話 它就會變成不一樣的顏色 它不一樣的俗色有看到嗎 那你在你這邊 會有一個證書 以家信號的話 你點一下 這邊就會跑到你的 以家信號這個郵件裡面 那比如說你有很多方 你現在不想看 你就可以先點先點 點完之後呢 等你全部事情做完之後 你再回到你的 以家信號這邊看 那你還沒看過的郵件這樣子 或者說你要去找你的郵件的話 這樣也比較好找 不然的話 看你的郵件很多 一千多公的話 你要去哪裡找 不就這樣一頁一頁找 那很麻煩呢 所以你把它加入到 到你的以家信號裡面 這樣就比較好找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等一下呢 請你們做這個設定 第一個設定 就是 標籤按鈕 按鈕標籤顯示文字 然後我的圖片呢 就是請你們 併用一下圖片 然後在標籤 在那個帳戶 收件 收件夾這邊呢 顯示優先未讀的郵件 然後分類呢 就是顯示未讀郵件 及其他郵件這樣子 這邊可以選擇啦 你看你要選擇 未讀郵件是50個項目 當你的郵件 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擇50個項目 你就可以一次看50個項目的郵件 那我通常重要性標記 我都沒有給它標記 因為我要自己去選擇說 我要自己去標記 不然的話 它會每一封幫你做一個 這樣的標記 好了 之後你再去做儲存變更 第三個部分呢 我們再去研究室裡面 研究室裡面 把這個未讀的郵件圖示 把它做啟用 這樣子呢 你就不用每次回來看說 我還有多少瓣還未讀 這邊就會滿顯示的 這邊就五個郵件 當它有新的郵件進來 它就變成六七八九十 你就不用說 我工作到一半 我要回來看說 欸 有沒有進來 工作到一半 到這邊 欸 有沒有進來 它這都會幫你出現 你這邊就會自動顯示說 你還有幾封郵件 還未讀這樣子 這樣各位清楚嗎 所以請各位同學 等一下做這幾個圖書 這樣子好不好 好 OK 那我把畫面回去 各位同學 好好看 你為什麼不在身邊 什麼我發itas 證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